擔心等隔熱疫情要怎麼樣來防範 現在雲林縣有新妙招 他們出動空拍機進行巡查 只要發現不合格就開罰 可以走了 雲林縣環保局人員出動空拍機 避開圍牆 往下追查 發現那邊有積水容器 馬上派員前往巡查 盆栽水桶一臉好幾處 都發現解決蹤跡 環保局人員照來屋住 說明要開罰 雲林縣登隔熱 疫情延燒 14號期展開滅文大作戰 只要發現積水容器內有解決就開罰 如果是在疫情熱區 谷坑鄉 荷包村要罰6000元 其他地區罰1200元 到目前為止已經寄出17張的罰單 那主要是從地區的部分 持續的往外圍 不過民眾懷疑空拍是否侵犯隱私 環保局表示 目前法令有授權進入工廠 跟家戶稽查 但空拍只是輔助 還是以現場採證為主 目前雲林縣累積33例 登隔熱確診 重災區在谷坑鄉 所以針對果園和竹筍員 也會出動空拍機 要杜絕並沒文字身 接著太多人賴文良 兩分鐘前 雲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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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